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富甲天下 今天就一样 这个本来就是在 应该说今天应该是稍微平淡一点 但是它就是follow美国股市的涨势 今天就开始反映 今天晚上挥达的财报 那目前来看很简单 今天早上就是开始走 这个所谓的重压挥达的财报 一定很好 猜测也很棒 所有人都要去买BR200 GR200这个晶片组 这个科技巨头全部都在买 全部都在架构资料中心 全部都去重压这个语言大型 LLM 大型语言服务 现在微软嘛 使用Snapdragon的AIPC也出来了 所以今天早上是 红机直接拉上去 那AIPC呢 其实就 刚刚我前提前跟各位讲过 它其实就是强迫你换机 把这个AI的功能 它自己的Corpirate 整合到PC裡面叫你去换机 本来这里就有2020年2019年的COVID-19的换机槽 然后现在把这个AI的部分加进去 强迫你多花100到300美金不等 这个就是微软的做法 就是用软体去强迫你去使用它的 这个Corpirate的部分 无可厚非嘛 除非你不用微软嘛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是重点就来了 你如果大家都去用微软 那谁要去用Google的 谁要去用X的 谁要去用脸书的 因为功能性都一样嘛 大家用的这个资料库 我讲这个资料库都一样 所以没有什么创意啦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现在在重压嘛 明天如果回答了财报不如预期 它也是从860开始跌嘛 它如果没有拉 比如说这掉到820好了 那明天好了再往上拉 我浪费钱 我先拉起来 如果明天好我到货 对不对 如果明天不好呢 一样到货嘛 只是从860到 跟从820到的差别 所以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拉台积电 的道理在这里 我明天如果回答真的普通 那我从860开始卖嘛 如果很好 再有人来追 那我一样从880开始卖 所以明天不是开高走地 就是开低走地 就这样 这个是必然的啦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是这样子来的 因为会发生这个现象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 在于这个全世界的半导体的规模 半导体规模这边目前是 全世界政府大概是推动 接近3800亿的美金 这代表强大的资本支出 当然现在也跟微软有关系嘛 微软 脸书 X 甚至于说在这个什么Amazon上面 大家都在盖场 大家盖场盖了三年了 已经盖了第三年了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年代 就是22年就开始在盖 23 24嘛 已经开始在准备 盖得也差不多了 那我现在开始在准备做语言训练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会在持续地跟前面一样 大幅度的成长 一旦发生 现在已经正在发生 只是在新闻面上面 他们没有很刻意地去强调 所以现在就趁现在这个时间点 赶快往上拉 那以台股来讲 你当然来到这边就会很危险 危险的是说 以前我们台北股市的本益比 大概落在12到18倍之间的本益比 现在大概落在18到25 26之间 所以未来如果台北股市发生了什么状况 或者国际股市在拉回的时候 台北股市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很抗跌 我们会看到跟以前一样 一天1000点800点的跌幅 我先跟各位讲 因为你要习惯 你不要认为说未来台北股市 一天跌个800点 这个叫做跌晚了 或者说它跌很多 这个只是因为我们前面 累积的非常多的资金 在重压AI身上 那AI这里很多的大厂 其实已经在过度投资了 因为其实美国股市 现在本益比过高 AI的成长股 这个成长后面也是会趋缓 对不对 这些都是正在 这些都是现在进行式 这些都是现在进行式 因为以中国大陆来讲 你看这个东西 人家做这么多努力在干嘛 他要取代挥打 当然今年可能没有办法超越挥打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明年以后就有可能 所以我现在在看台积电的 现在的860块的股价这边 它也许哪一天会来到900块 也不一定 但是我怕的是 未来这个900块 是未来的五年的高点 因为你现在来看 所有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全世界各国的政府主推 对不对 3800亿美金对不对 美国补助没问题 中国大陆补助 就去跟你磕税金 对不对 中国大陆补助半导体就有问题 美国可以补助 欧洲可以补助 日本可以补助 韩国可以补助 他就是中国不能补助 所以我老师讲 这里有很多很多政治因素在里面 加上最近拜登的民调不如预期 就表示他国内的经济层面 他在一般民众的消费上面 他是没有照顾到 因为他就是放任大厂在做资本支出 什么意思 我在盖厂 那我盖的厂用的是网路服务 又不需要人 所以一般制造业没有起来 那剩下的就是制造武器 就两件事情 制造武器跟大厂的所谓的投资 投资来投资去 就是华尔街一直涨 对不对 人家的麦当劳 星巴克要降价求售 要打促销战 对不对 美国的家庭超额储蓄 已经往下走了 对不对 美国超额储蓄 往下走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AIPC出来 我虽然要强迫你买单 但是你的销售量呢 美国家庭的超额储蓄 是往下降的 是负值的 AIPC出来的换期潮 我告诉你会不如预期的 我就直接讲 它就是会不如预期 反正你现在 当然它今天涨停OK嘛 有的明天再涨 你就可以赶快做一个调整嘛 这是好事嘛 这哪里不好 这非常好啊 对不对 你至少拉起来 我有办法出嘛 不然你每天躺在那里 我要怎么动 对不对 这是整体性的一个大趋势嘛 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么好的时候 华伦巴菲特他不会 现在现金还在创新高嘛 华伦巴菲特的现在手上的现金 还是在创新高啊 他还是没有进场买股票嘛 这表示说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是我们可能没有在美国当地 看得到的东西 因为我要今天我要讲的很明白的 像今天早上 如果说真的市场上真的这么好 这么 就是所有的景气 真的电子股的景气 真的这么复苏的话 我们先不要讲其他的 我们先来看市新就好了 今天台北股市回到21,500点 市新有没有涨过 创意台积电的子公司 它有没有大涨 这些都是IC设计的上游 都没有涨过 都没大涨 赤元有没有涨 M31有没有涨 如果这些是上游的 不管你是做伺服器的 不管你是做什么样产业的 都没动 翔硕也不涨 那你还跟我讲说 现在景气是正常的 现在景气普通 完完全全就只是在重压 资料中心而已 可是这个资料中心 我讲过了 人家投资的上兆美元 它要求的是 我也要赚上兆美元回来 可是 美国这里的超额储蓄 是往下降的 你要它怎么样多花钱 它花不动 我连吃麦当劳都要有 降价的套餐 我才会去吃 那我连饭都有问题了 你要我怎么去一直买 这个AIPC AI手机 还是AI什么东西 我怎么要怎么一直去买 它就买不起 那美国人都是先买后付 对不对 buy now pay later 那问题是我现在连 buy now pay later 我都不敢了 那怎么办 台湾 我们靠台湾一直消费 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大的量 去买那个PC 中国大陆也没有起来 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景气的部分 都只是因为在强推AI 可是这个强推AI 就只是大厂的军备的竞争而已 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 后面一旦产生了任何的疑问 台积电未来的五年的高点就在这里 它再也起不来了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台积电高点会在这里 如果是回答开始出现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资本支出不是消费电子 我一次下去就是五年十年了 好了快一点点五年就要换了 那以后五年后才有新的 新的这个AI Server 它会换修理 但是它不会全体性再次增加 所以它的成长性会停顿 这才是重点 当然这个东西我要跟你讲是说 这个会未来的一两个 应该说一两个礼拜 快的话明天就发生了 慢的话下个月就开始了 所有的过度投资会在六七月的时候 看到它的所谓backfire 会看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反馈会回来的 因为一般消费没起来 因为一般消费很简单嘛 中国大陆在切断跟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科技 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在切 那你挥达会慢慢的 会大陆卖不动 大陆市场对挥达有 占了30%以上 我们台厂也搬出来的 所以我们当跟隔壁14亿人口的 市场切割的时候 你看看美国这些大厂 要怎么样去做快速成长 很多繁体中文的 这个所谓的server的 那个什么AI的部分 是大陆自己腾讯 阿里巴巴自己在做的 华为自己在做 虽然现在比不上 没关系嘛 给它个五年嘛 等它赶上来的时候 你看看台积电 现在有美积电 有日积电 有德积电 所有的营收 都被其他国家分走了 我问你台积电未来的高点 不就是 台积电的高点不就是现在吗 860 好一点900块嘛 再好一点1000块嘛 可是未来的十年 会不会还有高点 我告诉你没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我先跟你讲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当然可能我今天讲的比较久 时间上 时间走也看得比较远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近一点点的嘛 我们看近 华城 943 你看华城现在剩多少 698 刚好跌破700块 250啊 225啊 225万嘛 市电 340到这边 多少 240 这就是资金排挤效应 对不对 先不要看其他的嘛 先看资金排挤嘛 再来看看本益比的成长 再来看你的要求报酬率 看你的业绩成长性嘛 现在市场在压挥达嘛 谁在跟你压重电 就是现在在跟你讲 所谓的机器人概念股 那些也是 不管它是真议题假议题 它就是有拉 有拉你就赶快跑 就那么简单而已啊 因为我刚刚跟你讲 未来的这个AI的server的部分 它有 它会爆掉 它爆掉的那一天 那个是股灾啊 那个就是另外一次的 .com的危机 就是2000年的这个 所谓的 .com 就是所谓网路的 然后2008年金融 那不一样 那以电子来说 它是因为过度投资 过度在金融 不是 过度在这个 AI server上面的过度投资 它导致所有的server 这个产业突然缩掉 因为如果没有 产生这个现象的话 理论上今天的四星啊 你好歹也拉到半根掌停板吧 你创意也好歹也要拉吧 现在有一点买盘啊 资源也要拉吧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IP股 M31也稍微拉一点点而已 就这样 你看看这些 你看台股今天再涨嘛 所以变成说 我今天中压的时候 大家还不是在压台积电 台积电走完了 未来如果五年高点 真的在900块850这天 那你后面台股 就只剩下跌而已嘛 只是台股未来是跌多 还是跌少 缓跌还是快跌嘛 就这么简单的 因为我们从 我从创意身上 我从四星身上看到的这一点 就是说4400来到2500 前面它怎么涨的 我们先看前面 前面人家还是从1100来到4000 涨了三倍修正50% 涨了涨3000啊 跌2000啊 合理的嘛 那你台积电呢 500涨到800嘛 你涨了300回150嘛 650嘛 也是正常的嘛 什么时间点下来罢了 那我跟你讲 这个是很快发生 因为它一下来 一旦它下来 应该就没有高点 因为AI的server正式爆掉 就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的电子股 会发生的问题 那它发生的时候 这些高价股呢 跟着下来 全部一起下 可是下来以后 因为半导体过度投资嘛 半导体价格往下降 IC设计的IP股正式反弹 那个时间点 才是真正的 再一次的另外一次的多头的起涨点 现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以电子股来讲 真的少碰 有 你要 赶快卖 想要进场的 稍微等一等 等一等 等一等 等一下下 等到回来 广告回来 我们再来聊 什么时间点 我们很适合再次的进场 可以 请不吝点赞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刚刚跟各位聊到 像重电就算了 重电它就 因为成长性的关系 因为它没有办法扩张它的产能 所以它跟IP股不太一样 它那个IP股是 它那个是收权利金的 你只要半导体降价 对它来讲更有利 因为人家会生产更多的晶片组 但是你降价呢 我跟你收的权利金是一样的 它只是要量 IP股是看量的 就是说你看 未来半导体厂只会多不会少 对不对 3800亿美金 这不是台币 这不是台币 这个美金丢下去 未来的五年都一直在丢钱 都在盖半导体厂 好 不管你是2奈米 3奈米 4奈米 5奈米 7奈米 都一样 这些都在扩充本地的产能 大家要产能 大家要IC设计 大家要IP 所以未来这个像什么四星 创意 甚至于普瑞 这个或者是翔硕 对不对 资源嘛 对不对 这些M31都有机会嘛 这些都有机会 但是它就不是现在动 什么时候会动 你等到辉达出来了 财报出来了 大家看了它的财测之后 他们才有可能再动 可是在涨的过程里面 他们还是要面对 上层的套牢卖压 就跟我前面在跟你讲的 这个四星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边在震荡 它还要再回测一次 测完之后 稍微整理一下 它才往上走 创意是比较好 创意是比较稳定 因为它先修正 先修正完毕之后再打底 你等到这个大盘 有效性修正之后 它会下来一下下再往上走 M31 其实M31也稳了 M31之前破1000块之后 现在也稳在这里附近 所以这些都一样的走法 一旦这个高价的IP股 都走一样的趋势 跟走差不多 差不多所谓的盘整格局的时候 他们以后再往上走 它就是一个大族群 开始往上弹 但是现在不是时间点 你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宏基 这个几乎不会涨停的个股 都拉上去了 AIPC就强迫你买单 它能卖几台 它明天就下来了 它卖不了几台的 因为我刚刚跟你讲过 美国这里消费就是紧缩 人家不消费了 一般的消费族群怎么会上得去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的华城 人家这边 我是不晓得大家对于华城是什么意见 但是一样 943现在还在持续的往下 作为一个休息 华城还在休息 695 对不对 华城还在休息 试电也还在休息 重电股就这样子 对不对 100块来到了350 这涨了3.5倍 华城更不要讲 华城真正的是从 不能说常常50块 应该要从200块 300块这边开始走 以300涨到950涨了3倍 我刚刚讲 涨3倍跌50% 就是大概是600块 它跌个300块回来吧 所以你900块的话来算 大概是在600块附近 就会止跌了 现在694嘛 还有大概100块的空间 它就会止跌了啦 就跟谁一样 四星啊 四星从1000块涨到4400嘛 1000块来到4400 你4400回到2500 差不多啦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意外 它也会跌破2500 我跟你讲这个是 股价的波动度啦 因为 就拿创意来讲好了 创意也是啊 创意之前是600 大概680 700吧 700来到2000 对不对 700来到2000 这个也是差不多三倍 算2000也好 三倍 372 11嘛 三倍回檔 你看最低来到哪里 最低来到1200嘛 也是一半的位置嘛 然后上去再反弹失败 再回檔 再来嘛 再整理 才有可能菜创新高 但是它也很难过前高啦 那它会往上走 但是它也会受到大盘的下跌的话 如果大盘真的中错千点以上 它们也是会回檔 但是那一次的回檔以后 从台积电 连鸿海 还是说像广达 这些AIPC AI 笔电 这些资金出来以后 就会回到 这个IP股身上 所以你要给它点时间 你现在去买也可以 但是就是浪费时间 就是买进去就是上不上下不下 对不对 这个大盘大涨 它也是不动啊 同样的道理 掌握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啦 真的不要乱买股票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演唱歌 松打资料仁 convention 优优独立则 六转 优独立不得 优独立 龙之手 функ 北京 欸 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